其实我也做错了一些事情 但我不应该因为太想证明自己没有做错事情 我被他控诉跟我觉得自己被抹黑的地方就是只有虐狗 小甜甜最新影片发声道歉 承认因为太想否认虐狗一事 才说前夫指称狗受伤是抹黑造假 虚实是狗狗当欧真的受伤了 而全长21分钟的影片当欧在一旁 只是这段让网友看了很傻眼 当欧正在吃饭而胸口的伤明显刚痊愈 小甜甜却还重复捏着同个位置 而整起事件动物医院也发生 院长发文证实当欧经过他们诊治也就是真的有受伤 除了伤口身体状况没有营养不良或遭虐待 狗也养得肥肥的 当下认为没通知动宝处的必要 也说常常遇到收剪毛发不小心减伤皮肤的状况 只是网友质疑这伤口也太大了 而小甜甜的影片又扯出案外案 谈到曾经养过的狗 点名昔日闺蜜谢欣把狗养死 网红陈怡晒出与谢欣的对话 谢欣表示除了心灰意冷就是很无奈 怎么不跟社会大众说 是因为小甜甜根本不在家叫她去喂狗 甚至抵达现场狗就已经死亡 怒轰搞成这样其实也很悲哀 真的生病了 谢欣还在留言爆出 是因为小甜甜说整天开冷气很贵才关冷气 结果隔天去狗狗身体就已经僵硬 时隔八年再牵托爆出此事 谢欣和狗都好无辜 TVBS新闻庄岐元寻地台北报道